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她来分享自己传奇优雅的一生 她是澳大利贺本的闺蜜 曾和派克有过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 她是世界超级模特教母 澳大利亚殿堂级国家明星 她是英女王亲准的礼仪皇后 著名教育家Miss Dely 2015年1月26日 受石家庄精品导报名媛经营会的邀请 世界礼仪皇后Miss Dely来到了石家庄 并接受了新闻故事会的独家专访 这是您第一次来石家庄吗 您对石家庄有怎么样的印象呀 to be here the snow amazing we came by train from quangzhou which was wonderful because they wanted me to see china so I sat and looked out the window all the way from south china middle china north china absolutely incredible and then they said Miss Dely look it's snowing it's snowing amazing 怎么样 看到这么一位优雅高贵的女神 您能相信她已经有89岁高龄了吗 Miss Dely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村庄 13岁那年有个法国摄影师来到了这个小村庄 她发现了戴利 并且建议她到悉尼去 于是戴利就和她的妈妈真的来到了悉尼 开始了她的模特生涯 很快 戴利就因为她美丽的容貌和典雅的仪态 被人们所认可 到了23岁的时候 戴利在好莱坞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顶峰 Miss Dely曾经多次说过 自己永远25岁 虽然她已经将近90岁的高龄 我在一篇访谈中啊 看到您说希望自己永远停留在25岁 25岁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在25岁的时候 您的身上又发生过什么事呢 因为我希望感到25岁 因为我感到25岁 如果你看我的本书 《最初的年代的我的生活》 是当我25岁 我曾在Hollywood 跟 movie stars 看那 我和 Bing Crosby Carrie Grant Debra Kerr 在 Marilyn Monroe's party 我认为 Gregory Peck 不认为 Gregory Peck 所以那是一大年之后的我的生活 我并不想长得大 我并想年轻 感激 享受生活 你必须要继续 我必须要继续 继续工作 否则我可能长得老 1950年 Delee创办了南半球第一所 礼仪修养学校 和南半球第一家模特事务所 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了 世界著名的澳大利亚 JDW商业精修学院 65年来 她培养过的学生超过40万人 包括11位澳大利亚小姐冠军 6名环球小姐冠军 除此之外 家喻户晓的丹麦王妃 瑪丽 影星尼可基德曼 沙朗斯通 穿模米兰达可儿 都是她的学生 对于礼仪和装扮 她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推荐的风格 尽力和风格 作为女人 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同时 Delee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1954年 Mr.Delee 与相恋几年的海军军官结婚 她此生唯一的一次婚姻 持续了15年 她们生育了4个孩子 现在Delee已经有了7个外孙 我知道在您的人生当中 有一段15年的婚姻 那您觉得婚姻对一个女人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I think if you fall in love and marry and you're happy that is wonderful I think now if a woman doesn't marry and doesn't have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she'll be very lonely Yes You know with my business and I travel all over the world the great joy is to be able to go home to my grandchildren and to have my children and a lot of women now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and not get married and not have children I think they will be lonely 当天下午受媒体的邀请 Mr.Delee在石家庄举办了一场讲座 展示了她专有的Daddy Pause 分享了她对礼仪的理解 接下来89岁的Daddy要马不停蹄地飞往广州上海去宣传和讲课 正如她自己所说 这就是她的生活 她必须要自己忙碌起来 不然就会长到了26岁 新闻传递能量 故事直达人心 如果您想听什么故事 也可以和我们的栏目组及时联系 热线电话是0311 8711 6066 今天的新闻故事会就讲到这儿 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您可以登陆河北电视台的官方网站 3w.hebtv.com 我是俊辰 咱们下期再见